这个圈内的朋友 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些 他其实真的是很典型 他是一个上班族 然后其实他婆婆这几年 就是有点失智的状态 那其实都是他在照顾的 然后就是老 一般现在的媳妇 其实要像他这么认分 其实也不多见这样 反正他就这样照顾婆婆 而且真的十几年下来都是他 可是大概这几年 最近这几年 二姑跟大姑三不五十 会回来看妈妈 这个很正常 这是姐姐 可是二姑特别热情 二姑就说 我要带妈妈出去走一走 然后逛一逛 然后吃吃饭这样 其实他那时候也觉得 OK没有问题 因为自己的女儿 叫妈妈出去走一走 透透气老人家这样 头好壮壮OK这样子 后来一直到最近 就是说她婆婆 因为那个心肌梗塞 就是住进加护病房之后 才揭开她二姑 其实到底都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她婆婆 这段时间住加护病房 其实这个医药费 非常非常的惊人 要五十万 那时候其实她 多多少少知道 就婆婆 但不然老本在身上 退休金什么的 那她就想说 婆婆因为失智的状态 也不太花钱 所以她想说 应该可以拿出来贴补一下 就一问才发现 她大姑就偷偷跟她讲说 其实钱都被二姑拿走了 她说好 什么钱都被二姑拿走 因为就他们的认知 大概还有百来万 大概八十万百来万这样 结果居然原来她二姑呢 每次回来跟她妈妈讲说 妈妈我们出来走走 我们来冲事 其实去跟妈妈说 妈妈你的存责我给你保管 你放私钱 我给你拿去 小小投资一下 你还带我去 老人家一次两次 每次回来说给她看步子 有 妈妈在 久了之后 其实老人家脑袋已经不好了 身体状况不好 更忘了这件事情 好 就因为这次的医药费的事情 整个都抖出来了 原来你把钱拿走 结果还有大家 所有的人就说 你要把钱拿回来归还 就她讲了理直 她就说为什么要归还 我是妈妈的女儿 我有我的权利 我有我的管理 大家说鸡同鸭讲 你这是什么管理 好 她就是死都不拿出来 更可恶的是 她说每次 这个朋友说 她每次去看婆婆 婆婆就哭 虽然说身上很多管子 可是知道媳妇来 因为她很孝顺 所以婆婆招待来就哭 就一直哭一直哭 很难过 可是很妙 每次只要 她的大姑 二姑一去 不得了 好几次都急救 后来一问才知道 她就觉得受不了 因为大姑比较善良 然后她问大姑说 到底你们来 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她说她那个二姑 都会在妈妈的耳边 都讲说 妈妈 我们回南部 我们回南部 你如果怎么样 我们回南部 她妈妈都还没 她婆婆都还好好的 都还没断气 就一直跟她妈妈说 我们回南部 我们跟爸爸放作为 因为她爸爸已经往生 我们跟爸爸放作为 她觉得说 有这种女儿吗 妈妈都还活着 就一直说 我们回来放 放给爸爸作为 后来呢 也去问了之后 事后才知道 原来什么你知道 因为她二姑在做 铃骨塔的生意 自销 没人用 就她的铃骨塔 自销铃骨塔 原来是要放自己的妈妈 哇 这个真的是 这什么女儿 所以啊 这个一切 她让她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女儿 但是后来什么 也是她一肩扛 没有办法 她说我会保护 你叫她吐出来 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是 是 对 不过我们今天讲到 有这个毒孤 我觉得有 这个有二婆婆 其实也有二媳妇 老实讲 什么都有 那请教一下 这个周老师 你这边就有一个 婆婆也来找你 对 这应该说的就是说 这个婆婆她们家 她有一间公司 房子 算是还不错 这间公司来说的是 我们吃财务 她有一个 警察在那里做村庄 还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 这个警察这不是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女儿 在这边管理财务 管理财务 那这个自己来讲的话 因为后来有警察在做村庄 还有在做财务 什么都有 还有需要在做 还顺顺顺顺顺 所以两个老的都开始 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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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半退休的状态 偶尔再来看一个小这样子 那这中间有一个 就是里面还是有员工 这个员工 他进来之后 但是他有一个小儿子 五六个女孩 但是有一个小儿子 这小儿子 但是也在家里吃饱了 那这个员工里面有一个女儿 他对这个小老板 他就会觉得想尽办法 开始因为这小老板 这家伙伴这都他爷爷嘛 就开始一直把他 就是倒桌就对了 倒桌摊这个小老板 好那当然这个小老板也被倒桌上了 因为女最难就很快嘛 就追上了 追上了没多久就开始 女最难不是隔层杀 女最难没有杀 没有杀 完全没有杀 这么随便 那后来他们就真的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就是总的就跟他搓了 这他们就 中间这个以前这个 这个媳妇就是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是一个小职员 他对这个 手上对这个会计 对这个老板娘对上 有够好 很滚 很乖 很乖 就对了 什么会计做到 他们觉得这个赞 这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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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行不真好 好 现在做行不之后 开始 开始巴结这个老板娘 就是巴结他两个夫妻 两个 开始抓他们这个大姑的小 因为他们那个是 虽然是公司很大 但是那个公司的状态 就是说小有时候 因为如果说拿一个保镖 外来 出什么会 什么会 就是插着一支 一支柳子 这样插着 好了 那开始他有时候会 学学学学学 因为这个消息 最后就是说 下方你整个消息 都给老板就好了 或是认知一管 但是这中间 有时候刚才没记住 他只要 每天都在定期 就在看 只要没定期 没什么方案的时候 就会找 直接找他 找他妈妈 或是打电话 跟他妈妈讲 赶快赶快 你赶快来 姐姐好像有一点问题 现在开始来查他的小 那偶尔一半 小面对不好 对不好 开始就会骂 等到那个妈妈就会觉得 你怎么做事情做 做一个会 做这样 那开始会骂他 骂他来说的是 那些女孩 以前就都在这里做 那因为被骂被骂 骂到后来 他说你都在为你媳妇 那你就会来查我的 找我的查 建一个他 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跟他回家 但是因为从小都在这里做 虽然他也 你结婚了 也不住在他们家 但是就是 想起来 离职而已 没有说真的 洗头了 那他这个 这个骂就要什么人 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就是什么人 就是那个媳妇 媳妇就开始来骂这个骂 把骂这个骂 这中间 咕咕咕咕 查到一年外 再来查才是奇怪 因为他就是 这个帐他做得很漂亮 但是后续的那个帐 做得就不漂亮 就去骂 差不多一两百万 就是会自己 会吞 会这样子吞 但后来时 老板他本身 对这个帐 可能就不会很清楚 看着看着 就每天都玩得好 但是这个 他们这个 大牛股就不一样 因为他本来就在做 他会去查那钱帐 怎么就拿来堆 堆就不一样 不对啊 就是中间查一两百万 就一两百万吃掉 所以这个事情 就这样子吵吵吵吵 吵到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 结果他们大牛股 回来到这样 后开始 这样完 打几间公司 这样似乎敲 不算整个 似乎冰堵 那这个 大家就走来找我 这有什么办法 我问你 这真的没什么办法 两百万 你叫他拿出来 如果钱还在 就请他拿出来 如果钱不在的话 你也不可能 因为他们两个 老婆又很好的 所以你也不可能 叫他拿出来 你就是认赔 因为你自己 你没注意 没收心 那你那个 至于说 你大小女孩 你把它收拾看看 你那大小女孩 一两百万 就算不对 他也是有 吃一吃 你没去抓到他而已 那你最好是找一个 专业会计 专业会计来说的时候 他就不敢 因为这会计都处来 虽然说自己的 但是要找一个专业会计 对你们会比较好 那这个可以做一个 前家的和谐 这样子才会这样 专业这样 拢人扭人 专业 只有现在 每个人都有 但是就是 家里都不合适 而你们都一看 我说你现在 还有一个情形 就是要怎么 那个 余族要这么合适 不然他后 他一定 完到你 你的感觉 死都不敢 要备起来 我说你会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